钢铁巨兽崛起,永蜀岛的战略巅峰,35年前,一场滑下的巨大工程耗资300亿,将南沙群岛的永蜀礁,一座沉睡的海洋明珠,打磨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岛屿。 这座钢铁巨兽崛起于南海之宾,堪称祖国南大门的无坚不摧的前哨,战略地位不凡,永蜀岛曾是南沙群岛海底胶盘上的一颗珊瑚明珠,今天,它不仅是中国的军事要塞,更是地缘政治的制高点,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吹沙造陆,永蜀岛如今不仅岛面积延伸, 更在这片碧海蓝天中傲然屹立,历史争夺,钢铁一支浴火重生。 35年前,永蜀礁被越南非法占领,如同历史上的一个刺痛的印记,中国军队曾冒险渗透越南时空海域进行实地考察,为收服这片固有领土奠定了基石。 经过1988年南沙海战,中国海军不仅成功击退越南的武装进攻,更收复了多座岛礁。 这一胜利,是钢铁一支浴火重生的时刻。 巨兽觉醒,军事化的威慑与保障。 永蜀岛的军事化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制高点,更是地缘政治的威慑之举。 岛上部署的导弹、雷达,构建了强大的防御体系,让敌对势力望而却步。 这座巨兽觉醒,不仅守护着南大门,更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后盾。 军民融合,和平稳定之际。 永蜀岛的建设不仅局限于军事,更是军民融合的典范。 军用机场,军岗码头也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。 医院、学校、愚政机构在岛上处理,为居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。 这种军民融合,使得岛上不再是孤寂之地,而是和平与稳定的象征。 经济价值,海上矿藏的风营。 除了军事战略,永蜀岛在经济上也是一块宝地。 附近海域发现了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储量巨大的油气资源。 这对于中国这个能源消费大国来说,无疑是一大战略优势。 岛上的战略位置使得其成为海上运输的重要枢纽,保障了中国航行的安全。 最后的呐喊,永不沉没的巨兽。 永蜀岛是一座傲然屹立于南海的坚固岛屿,是中国坚不可摧的钢铁巨兽。 它历经风雨,见证了南海的波澜壮阔。 无论是战略地位,历史争夺还是军民融合,都展现出了一个强大国家的气魄。 巨兽的觉醒,让南海再也不是他人之地。 最后的呐喊是,永蜀岛,是一座永不沉没的巨兽。 它的存在,守护着祖国的蓝色国土。 是一座永不沉没的巨兽。